就着抗业基金2.0, 我知道重点是可以补充企业, 等到他们可以继续经营, 这是我们认同的。 但同一时间我们都很担心失业的问题, 特别已经失业了那些。 刚才有很多同事, 今早也提到关于这个基金是我们补贴他们的失业人士基金。 我知道局方已经提及了很多原因, 但民间联一直是倡议的, 六千万最少给他们三个月内短期支援, 希望局长和司长你听到, 日后再看怎样可以再跟进。 第二,你们一直都在推销, 我们还有几斤支柱可以帮到失业人士, 包括外增值服务、纵援等, 接下来的職位職位。 我想先说外增值服务这件事,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帮到呢? 其实我最近民建联都在派外申基金, 给支援的人士, 几千元, 补贴他们。 很多全部都跟我们说失业了, 在酒楼、炒散、搬运、 运输全部都没有工作。 我都跟你们推销, 不如你去读外增值吧。 第一,我问十个, 九个都不知道什么叫外增值, 所以这个宣传一定是不足的。 第二,其实我自己都打过电话, 昨天打去那些社福机构, 做外增值服务的那些课堂, 那些机构全部都没有开的, 全部都说你先报名, 5月底我们才有开的。 那些网上课程我们未安排好, 全部都没有, 所以局长可能你回去看一看。 我的理解呢, 现在所有机构都是在等待着, 什么都没有。 而且有些机构说, 就算那些网上课程, 都不只是上网上课程的, 还要上其他加加埋埋才行的, 这是第一个问题。 第二个问题,就是钱太少了。 我们都看过, 如果你要拿足5,800, 这条是虚数来的,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拿到5,800的。 如果要拿5,800, 他是要上一个全职, 由早上九点上到五点, 再加一个晚上进修多一个课程, 上足三几个课程, 日日全职这样上, 他才有机会拿5,800。 我不知道局长你可以说一下, 究竟上一次4,000元有多少个人是真的拿到4,000元。 如果你现在只有153.8元一日, 其实他连吃饭钱都不够, 即是乘搭车吃饭都不够。 那你叫那些人怎么报呢? 第三, 人们跟我们说, 这个爱增值服务, 最后是等到上完课, 再等到一个月才能拿钱, 即是前后三个月, 又是那句, 都是饿死了。 第四,没有宣传, 所以局长可不可以再说一说, 这个爱增值服务, 你们可不可以再检讨一下, 譬如, 我也提出过, 先给了钱, 让他们拿钱, 再去计计课程, 或者你的课程可不可以开快一点, 做得好一点呢? 在较早之前的特别财务委员会都答过这个问题, 第一, 当然因为受疫情的影响, 我们有一些课程是受到困难, 所以也陆续我们都开办了那些网上那些, 我们希望都尽量将恢复的程度加快, 当然要看疫情的转变,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议员所提及的数额, 每天的数额是未调整的, 那个数额只是在未改4000元上限之前的数额, 后来就会告诉大家, 我们将上限达到5800元的时候, 每一天的津贴会是多少? 宣传这个功夫我们会尽量做的, 由去年我们8月中开始说, 我们都要尽量令到多些人去知道这个计划, 不过如果你说未上课去给资助, 这个有违再培训整个计划的原意, 这个是有些困难的。 郑先生, 郭先生, 郭先生, 我知道1538元是4000元, 但现在加到4000元到5800元, 最多加到几十元, 可能是200元一天, 都是那句, 没可能拿到你那5800元, 如果这个5800元作为失业的救命草, 这条就不是草来的, 就浸死了。 所以, 局长, 我也是希望你, 刚才那几样东西, 今天也有机会再说, 但是, 不论是上课, 我上次谈过, 所以我昨天再打一次电话去, 就是告诉你, 所有机构都是没有的, 现在是零, 我帮你推销不了, 是没有人可以读得到的, 这是第一。 第二就是, 就算你先付钱, 可不可以回去认真考虑一下, 勤工奖, 譬如你读足八成, 我另外在抗疫基金里, 撥多3000元出来, 用来补贴你的, 那你都多一点点, 由早上到晚上9点, 是不真实, 是做不到的, 所以, 如果作为救命草, 可不可以再做得好些呢? 罗局长, 简单的会议, 我们听到议员的意见。